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想老师都有的影响很大 对患者这个态度 士兵有些这种态度 你要治疗患者 不是光治疗他的疾病 治疗他的心 如果以这种心态去对待患者 我想每一位患者 经过你这个治疗 除了身体上 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治疗 从他的心理上 他会跟你互相欺凌 你所做的这个决定 他也认为他都是对待好的 所以他会积极地配合你的治疗 我想这个治疗效果是非常宏大的 今天要不要打开 不要打开 再现后我们就可以回去了 对 就可以出院 很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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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罗医师的专长除了口腔癌的切除之外 再来就是头颈部的重建 它是台湾早期少数自己 我们口腔癌外科自己在做重建的一个仪式 我就是要去北京的厅厂房 口腔癌外科自己的小小小小派都会生 我没有 我算我怎么算 一严重的 第一 不好 我现在算都不错了 现在要5年了 我做柔医师的治疗 它是最重要的 教育 所以它是很好的人 对很中心 柔医师那时候 在我身上主治医师的时候 就跟我说就是 如果有任何问题 所以是跟他做讨论 我们是一个团队 让我感到非常感动的 因为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这几年的学习上 我觉得我的态度跟我的工作方式 就是学着跟他一样稳重 然后把脚步放稳放慢 然后把事情做到最好 那现在另外一种皮板 我们可以只做一块就好 这块我们可以就是带骨头 同时也带一个比较广大的软組 那么它的好处当然就是说 它只要切一次就可以了 一块就可以完成这个重建的手术 切除 我知道这个重建 如果能够由同一个团队来完成 可以省去掉一些沟通上的问题 我希望就是说 我的生意里面 就像我的家人一样 我要就是以家人的方式 跟他们相处 跟他们互相成长 那将来有一天 希望也能够传承 去服务这个患者 服务这个疑人 你也能够传承 你也能够传承 你也能够传承